那你一开始喜欢她的是什么呀 就是她个子很高 然后就是每次来我家都是 特别阳光那种感觉 可是她后来就把自己的本性 全部暴露出来了 行吧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都丢人了 小燕 我觉得甭改了吧 那还有改的必要吗 就是可能说内心 可能会有很多的舍不得 因为两年了 时间很长 就是希望就是说 如果她 就是如果还有一次 可以改成机会的话 还是想试试 我跟你说啊 想要改造伴侣的这个想法 从根上就是错的 她就是这么一个人 她也活了这么大岁数了 她的生活习惯 她的不拘小节 你怎么改呀 你觉得她是一块橡皮泥吗 你想要把它变成 圆形的就是圆形的 想要把它变成方形 就是方形的 那怎么可能啊 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你说到你说你们三观不合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掰过来 如果真的是三观的问题 那根本没有掰的余地 这么多年已经形成了 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 你通过你一己之力 就掰过来吗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嘛 而且真的就变成了 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她选择的人会是你吗 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很简单 我跟你说 我不喜欢你的长头发 你给我剪短了 我要磨合你 以我的标准 我就要短头发的女生 你剪吗 所以你能接受得了 就接受 接受不了 我们就换一个人 不要想着去改变对方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 重新审视一下 自己选择伴侣的 这样的眼光 或者说自己对于伴侣的 要求和标准 到底是什么 你如果真的是要 有一个那个标准的话 按照那个标准去找的话 那你就去找 不要改造别人 好吗 好吧 谢谢你们 谢谢莎达老师 来 去坐 改造当然是很难 但是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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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谁受得了这个 出门见家长第一回 穿一破洞的衣服呀 谁受得了家里脏成那样 用人洗脸盆洗 臭袜子的呀 就换成别的女生 估计也不跟你这样 及时白脸的吵了 直接走了 受不了 你刚才在小片中说 哎呀 我觉得人呀 就应该自由自在的 但没有自律 哪有自由啊 你不把自己约束好了 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一个自己 哪里来的自由 所以你的生活细节 生活习惯一定要改 我们说 在两个人相爱的时候 不要求对方为自己改变 但是不好的地方 我们自己 对方不说都得改 我现在谈恋爱了呀 我原来一个人臭自棋 我现在有女朋友了 不行 我得干净一点 将来我还要见 我女朋友的朋友呢 不行 我得给她长点面子 这是起码的尊重 最后我想说的是 在爱情或者情感当中 其实两个人相处过日子 真的是取仓不断 我用我们自己的优势 去帮助对方的弱点 如果女孩子你真的爱她 她不爱卫生 你帮她 你身先士足 你去提醒她 甚至你去做到 让她看到 慢慢地去改变她 而不是一味地指责她 用我们的长谱 她的短 我们自己的短 努力往上提升 取仓不断 日子就可以越过越好 好吗 祝福你们 好 谢谢杨老师 来 图老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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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